下面我们可以在一个REST的客户端上面去试一下 刚才我们创建的这个可以注册新用户的接口 打开一个REST的客户端 这里我用的是Insomnia 配置一个请求 请求的方法是POST 因为我们要在请求里面去带着一些数据 请求的地址就是网站的这个基本的地址 然后再加上一个WP-JSON 接着呢是Users-V1 这个是我们当时在配置接口的时候 给接口准备的那个命名空间的部分 后面再加上一个Register 就是具体的路由部分 添加一个请求的主体 格式呢是JSON 这个数据里面我们可以去添加一个Username 对应的值就是新用户的那个用户名 用一个X 再设置一下用户的Password 对应的值就是用户登录用的那个密码 然后再添加一个Email 对应的值呢就是用户的邮件的地址 x at 0.net 发送一下这个请求 这里呢发挥了一个错误 大概的意思呢就是类里面的Create Item Permissions Check 跟继承的那个类里面的这个方法呢不太兼容 回到自定义的这个类文件 找到这个方法 继承的类就是WP REST Users Controller里面的这个方法呢 接收一个Request这个参数 这里我们也给这个方法呢去添加一个这样的参数 保存一下 再回到REST的客户端 再发送一下这个请求 这回发挥了一个500的状态码 说这个用户呢已经存在了 回到网站的管理后台 在用户管理这里我们可以刷新一下 这里会出现刚才我们在REST的客户端里面 创建的这个用户 再回到这个REST的客户端 重新的再去配置一个请求 发送一下这个请求 服务端这回会返回一个201的状态码 表示成功的创建了资源 同时会给我们返回 刚刚创建的这个用户相关的信息 再回到网站的管理后台呢去检查一下 刷新一下 在这里你可以看到刚才我们新注册的这个用户